我真够了 一天摔两回 再说了 赵远送吴可能会相信你 但是他不一定相信你的品牌 但是尚绝这一家公司 可不见得能啃得下来 但是如果有了云马就不一样了 起码呀 在公关方面 绝对不会犯让模特过敏这种低级错误 你 我这个人从来不勉强别人 好好考虑一下吧 我答应 这么快 这种事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怎么选择 魏总人虽无耻 提议倒是很科学 这种三方得意的好事 我又怎么能拒绝呢 合作愉快 魏总 你怎么了 这里是几层啊 二十多层啊 二十多层啊 没想到这个眼睛看不见了 身体还会恐高 我腿抽筋了 看你这么热心 就跳槽来我公司 魏总 你没事吧 有事儿 魏总 我还在这儿呢 那有什么关系啊 反正我又看不见 你就算在我面前洗澡都无所谓 开什么玩笑 可是 我好像记得 你能看得见吗 那个 我先去趟卫生间 好了 我叫您 喂 北洋啊 帮我送一套 不 送两套 那个 衣服过来 然后其中一套是女士的 董事长 想什么呢你 我都什么样了 我还有心思管这事 真够了 一天摔两回 这被好好医治果然好得快 医生说得对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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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董事长 你没事吧 我好吗 看来医生没有骗我 魏总 帮我拿一下浴袍好不好 不知道她长什么样了 算了 还是等会再见吧 免得说我占她便宜 那个 浴袍我给你放在外面架子上了 你自己拿吧 请不吝点赞 韩国有关